哈囉大家好 我是沛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去年從英國倫敦搬到義大利的羅馬 冬天的時候沒有什麼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夏天 這次的夏天我真的體會到什麼叫做酷暑 在英國倫敦的時候夏天就大概是16度到25度之間在跳動 非常的涼爽 非常的宜人為愛抱英國的夏天 但是在義大利呢 特別是我在羅馬啦 然後就是比較靠近南部一點點 然後就整個是熱到炸裂 前幾天的溫度呢 甚至高達40度 我離開台灣已經10年了 突然給我來一個這麼炎熱的夏天 我真的是 突然有點動不掉 所以今天我想要來和大家分享我今年夏天的穿搭 這次的版本呢 因為羅馬的天氣呢 跟台灣比較相近 所以呢 大家參考價值可能會比在英國的時候高一些些 第一件呢 就是這一件 Ebercrombie & Fish的白色背心 這件背心呢 其實我去年就買了 因為我去年的時候非常著迷於各種不同的白色的單品 這件背心呢 你們看 我最喜歡它的設計是這一邊 因為它是有一點點這樣粗剪帶的 它可以很好的去掩飾掉你的婦孺 一起吧 整體的面料呢 很厚實 又不會呢 太過鬆垮 穿起來就是一個很修身 但是又不會過於擠壓肉肉的這種感覺 這件呢 我還是第二年一樣愛著它 接下來就是我身上這一件 Lily Silk他們家的灰核色的背心 這件的材質真的是絕了 它有那種很絲滑 軟糯的那種觸感 因為它裡面的材質呢 是85%的絲質 另外剩下的15%呢 就是Cashmere 這觸感真的好高級 我好愛 而且它這邊也做得很有線 就是有點小小的鬆垮垮 婦如直接躲起來 下一件呢 是我覺得 絲質最顯質感的樣單品 就是這樣子的絲質襯衫 其實大家上班族啊 或者是一些 比較正式的場合的時候呢 還蠻常會運用到這種簡單的這種白襯衫 有沒有 我告訴你 絲質的襯衫呢 跟那種一般的襯衫 穿起來 氣質真的差太多 近幾年很流行這種 近奢風 有沒有 就是那種 Quiet Luxury 概念呢 就是著重在這個單品的質料 還有它的剪裁和設計 比較不是著重於logo啊 或者是那種誇張的設計 那種一看 就看得出來是什麼牌子 Ledysilk他們家呢 專研私職的製作呢 已經12年了 所以每一次其實我收到他們家的單品啊 品質 我覺得都是有保證 他們家的東西很多我都是一穿啊 就是一年兩年這樣過去了 整體的那個剪裁很簡單 都不會退流行 而且呢 你如果好好的保養洗他們的話呢 其實他們的觸感也不太會變 都能保養的很好 就像這一件呢 是我最愛的睡衣 它是我去年的年度最愛 它穿起來真的很涼 我去年在英國啊 炎熱酷暑的時候 熱浪 有沒有 穿它在家裡 都不會覺得熱 每次把它拿去送洗啊 或是自己熟洗等它乾的時候 都覺得真的是 度育如年耶 我真的是要多買幾件來替換 因為 啊真的 自從穿過這件當睡衣之後呢 再也不想穿其他任何的睡衣 再來另外一項 我覺得在Ledysilk他們家呢 最值得投資的單品呢 就是他們的床具租 我跟你說 真的是睡過私質的床具之後呢 回不去 它真的睡起來太舒服了 如果呢 你是那種皮膚比較乾的人 你不怕睡這種私質的枕頭套呢 它會去拉扯你的皮膚 或者你是那種背部有痘痘問題的人的話呢 你也不怕睡私質的床具組的時候呢 會壓汗 悶汗啊 一切都是非常的 透清涼 連冷氣呢 都不用開得那麼冷 就感覺就是一個涼爽的狀態 所以說呢 真的 請大家 都趕快去給我換私質的床具組好嗎 至少要換枕頭套 另外Ledysilk他們家呢 也有做毛料的這種薄毛衣 這件呢 其實是我的秋冬預備啦 當然 現在40度的高溫了 穿這個是不可能 可給大家看一下 你們看這個顏色 這種 杏色 駝色 哇 好好看 這種搭配深藍色 深藍色的東西有沒有 質感 拿捏住 剛剛提到的這些單品呢 都是Ledysilk他們家的 現在剛好有做週年慶的活動 如果呢 你輸入折扣碼 PEI-12的話呢 就可以享有88折 有些部分的折扣呢 是可以疊加的喔 還有呢 如果你消費總共有超過 350塊美金的話呢 直接輸入 PEI-15 off 直接85折 對真思產品有興趣的你啊 或者是想要買一些質感啊 漂亮啊 好穿的單品的話呢 趕快上Ledysilk看吧 接下來我們來到下半身 這件ZARA的寬敞褲呢 是我今年夏天呢 非常常穿的一件單品 它呢 整個剪裁什麼的 就是看起來很時髦 穿起來好好看 但是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的質料呢 不夠透氣 不夠好 所以有時候呢 你坐著 坐太久 吃個飯起來 整個該冰 整個屁股濕掉 就會覺得到底怎麼樣 可是我還是蠻愛穿它的啦 就是盡量避免不要坐太久 或是你知道 要稍微讓那個旁邊 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所以我還蠻希望 如果Ledysilk可以出 就是像是這樣子的褲子 然後是那種真絲的高級材質的話呢 你一定會購入的 第二件呢 是我身上這一件 And not the stories 的棉麻短褲 棉麻這個材質呢 我也是覺得是夏天必備的 它就是也是很涼 很透氣 然後整體感覺穿起來那種 亞麻亞麻的感覺 就是讓它覺得很夏天很清爽有沒有 但是呢 它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很容易皺 所以你常常去熨燙它 然後剛好我是一個不太會燙東西的人 所以就是有時候會覺得有點小麻煩 但是它穿起來是真好看 所以我也願意忍受 然後它這個 another story 的設計啊 我很喜歡 因為它就是不是那種太過短 露屁股蛋的那種短褲有沒有 它這樣穿起來整個人質感就好很多 你們也知道我們到這個年紀 有些地方呢 就是該遮 要遮起來了 同樣風格的呢 有這一件 Aberkombi & Fitch的白色短褲 白色短褲也是去年 我在瘋狂著迷與白色短褲的時候 一起購入的 這件呢 我就常常跟它的那個 上衣有沒有一起搭 我覺得好好看喔 這件一樣啊 也是走一個 非常有家教 好女孩路線的 這樣子的一個長度 穿起來呢 很舒服 不會拉妹妹 然後呢 也不會讓你覺得很緊繃 整個就是舒適 涼爽 夏天追求的不就是這樣嗎 這件我真的也好愛 很多人可能都會跟我說 你常穿那些白色單瓶或淺色系的 不會很怕會弄髒嗎 我告訴你 我以前也有這樣想過 因為我以前也算是一個 小小粗心大意 clumsy的一個人 但是我跟你說 這個真的是要訓練的 當你常常穿白色的衣物的時候呢 你就會自己開始變得比較優雅 有一點警覺心 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呢 把自己的衣物弄髒了 所以這件事情呢 就可以訓練 所以呢 我還是很建議大家 夏天的時候呢 就穿一些淺色系的衣服 不要在那邊烏漆麻黑了 出去這樣子 才會感覺你的氣場比較的高昂 有沒有 淺色就是比較 uplifting 再來夏天 我們怎麼可以忘記 我們的泳衣呢 大家一定是夏天要出去Holiday 去玩水嘛 去海邊嘛 還有拍照 有沒有 我這次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牌子 叫做Hai Hai 它是海的台語的發音 我收到他們家的泳衣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想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有兩套 一套呢 是這種兩件式的 你們自己看這個顏色 就是屬於海邊 屬於沙灘的顏色啊 好好看 尤其又很非常顯皮膚的氣色 另外一件呢 我選的是比較 嗯 不一樣的 連身的這種一件式的 這一個呢 紅色 放在皮膚上 我告訴你這個質感飆升 就是不會讓它覺得很豔麗 或是很紅滋滋的這種感覺 那時候呢 穿著一件去游泳池游 完全handle的了 哪也不會跑出來啊 後面的綁帶也沒有鬆 就是這一件是可以游泳的泳衣耶 然後他們家我覺得最棒的呢 就是他們家的布料是緊的 因為有一些泳衣它很漂亮 可是它的材質可能它沒有那麼好 就會有點浪浪鬆鬆的有沒有 屁股那邊有點鬆 或者是 嗯 綁帶這邊有點鬆 有時候一下水整個就翻起來 或是那個 直接卡在屁縫裡面 我就覺得有點尷尬 你們懂嗎 所以呢 這個 嗨他們家的 嗯 這一套泳衣 這兩套 我都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目前跟他們家有遮扣碼 可以使用 好像只有七天而已 所以如果你們喜歡 夏天還要去哪裡玩水 哪裡度假 或是要去哪裡 泡個什麼 嗯 三溫暖 還是什麼的 都可以穿他們家的泳衣 接下來呢 來到涼鞋 夏天就是要穿涼鞋 我們這裡不囉嗦 不會介紹什麼要包腳趾頭的鞋子 夏天腳趾頭就是要露出來 給他呼吸新鮮的空氣 這雙呢 是Fendi的 但是呢 我其實只是想要跟大家示意說 你可以去買這樣子 類型設計的涼鞋 真的真的很好搭 你要搭牛仔褲 你要搭裙子 你要搭短褲 都可以 基本上就是無腦搭 而且呢 穿這樣子的涼鞋 比穿假腳拖 好多了 因為我真的覺得 假腳拖有它的用處 但是呢 你在那種城市裡面 通勤的時候 搭捷運的時候 在這邊叫啪啪啪啪啪 然後在那個城市裡面走 我覺得真的很像野蠻人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自己鋪不了我這一關 所以呢我覺得 這樣子的涼鞋呢 更好看 也不會那麼的 你知道 沒質感 下一雙Hafayana's 剛剛不是踩在那邊說 假腳拖沒質感 我告訴你 不是 我是說場合 看場合 假腳拖就是標準要出現在 度假村 海邊 水上樂園 游泳池 的時候就是要穿假腳拖嘛 今年我買了這一雙Hafayana's 我告訴你 你要買Hafayana's 他們家的假腳拖呢 一定要買金屬色的 因為你如果不是買金屬色的話 它不會有這樣子的設計 它就會是那種粗粗的 這邊有沒有什麼 紅色藍色黑色啊 它就這邊粗粗的 我個人覺得那個 比較適合男生穿 女生的話呢 買金屬色的 也比較好搭 而且你看它前面 這樣子細細的設計 有沒有整個就是 質感不一樣欸 腳看起來都變漂亮 腿看起來都比較長欸 我自己這次選的顏色呢 是介於金色和銀色之間的白金色 我自己覺得很好看了 而且很襯膚色 再來呢就是 我常常都會帶一些金飾有沒有 就也很好搭 我覺得假腳拖穿來穿去 還是Hafayana's 他們家的最好穿 你們有沒有通感 最後一個 JK Pauline的包包 JK包包有沒有好可愛 我已經在IG上被大家問到翻了 JK包包是我上個月收到的 然後你們看它這個造型啊 真的很可愛 我男友還在那邊不解風情的說 你為什麼要選那個顏色 會不會覺得看起來有點像 大便嗎 我就自己想說 你真的是 它的造型就是這樣子 我就不多說了 就是很像一顆小水餃的概念 然後呢它的皮質呢 是那種很軟軟的皮質 你可以摸得到那個皮革的觸感 所以整體而言 我自己是很喜歡這樣子的皮質 而且它也很耐刮 因為它上面呢 是有做那種grain 不知道怎麼講 有紋路的啦 然後呢它又有 附背帶 我跟你講 我現在真的太喜歡 有背帶的包包了 因為你就可以放開雙手 尤其是像我 又要在那邊拍Vlog啊 或什麼那類的 有時候弄得自己太忙了 你知道嗎 一手拿包包啦 一手又在那邊拍Vlog 然後整個 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只要有背帶 背上去之後呢 直接 對Vlog 突然變成是一件 輕鬆優雅的事情 還有我跟你說 你不要看它一顆包包 小小的這樣子 它裡面 也有洞天 可以裝好多東西 我可以裝一台 GoPro 行動電源 卡夾 錢包 喉糖 褲唇膏 還有那個背帶也塞得進去 所以說它容量真的是還蠻大的 不過呢 有一個小小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的口很小 所以說 當你在塞東西的時候呢 有時候你要拿出來 很難拿 等一下跟它稍微糾結一下下 不過呢 這也算是另外一項的好處 小偷呢 比較不容易偷東西 因為它這邊又有設計一個磁扣 給你可以鎖起來這樣子 它那麼緊 別人家要身去偷東西 你一定會發現嘛 所以就是 對這也算是好處 也是一個壞處 所以呢 給大家自行的去判斷囉 這顆包包我自己是覺得滿滿意的 然後 對拿起來又很可愛 然後我真的好喜歡這個顏色 所以呢 推薦給大家 好啦 以上呢就是我今年夏天的穿搭術 希望你們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還有給我一個 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